这是没有睫毛的眼妆 这是加上睫毛后的效果 睫毛真滴是眼妆灵魂 嗨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款我常用的单俗假睫毛 贴法其实我已经发过了 然后如果还不会贴的话 可以看到视频结尾处的简单讲解 仙子毛 仙子毛是名声在外的 它的效果真的很突出 存在感强到就是拍全身照都能看得到 长度是可以选择的 我还是用了10毫米块 本身睫毛条件差的姐妹 我比较建议和其他单俗假睫毛搭配着使用 或者一定要多贴几错 不然只贴两三根的话 看起来真的很突兀 另外这种仙子毛它也是有下睫毛款的 存在感也是很强 上镇效果绝佳 对还有一点就是仙子毛是这种A字型的 就底下是分散开的会比较好贴 基础躲毛 这种假睫毛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它每次差不多有10根左右的纤维毛毛 长短粗细都差不多 然后贴出来的效果就是自然状感 毛绒绒的 没有某一根特别突出 大家都很均匀 长度我选的是10毫米的 贴近看也接得起细看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它贴完不刷睫毛 高位很好看 假心款 假心款和基础躲毛其实很接近 区别就是它美租正中间 是多了一组比较明显的纤维毛 所以它的妆感就是既自然的又有重点 长度是可以选择的 我常用的都是10毫米款 存在感是强不少的 品牌其实无所谓 我用到的这几款都差不多 哪个便宜选哪个 燕维款 燕维款它的特点就是 每根纤维毛都比较粗 有点像是刷蓝绩毛膏的样子 每根的长度是差不多的 它是一个燕维的剪刀形状 长度可以自选 贴完就挺有存在感的了 日常装饰完全可以不刷睫毛就直接用 我用的是10毫米 贴完挺自然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款它有点吃长度 可以选比自己常用的长度稍微长一点 鱼尾款 鱼尾比燕维就是纤细很多 就简单比喻一下的话 我感觉鱼尾就是一个小W形状 然后燕维就是一个大V形 鱼尾是更纤细又浓密的 妆感也是更自然的 它的梗是稍微宽一点的 所以是好贴一些的 相比之下燕维款的存在感就是强一些 这两款就是很像 选哪个都可以 我依旧是选的10毫米款 C81 C81我去年用了一整年吧 差不多 它是整排的睫毛 然后剪成一簇一簇的淡簇假睫毛 所以它的梗和其他款不太一样 是带了一小劲透明的塑料梗 所以是真的很好贴 新手科学从它开始练习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睫毛长度是固定的 不能自选 然后我睫毛条件比较不好 贴上去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妆感 自己本身睫毛长的话 贴它应该会不明显的 不过这款现在涨价了 我就买的少了 大家看自己情况做选择吧 然后下睫毛 再说另外一款爱用 它是比仙子毛细很多的 但是比本身睫毛还是粗一点点的 也很自然 我是建议是刷完下睫毛之后你再贴 可以以假乱针就混在里面超自然 然后放大眼睛效果也挺好的 我用的是5毫米贴在眼中 然后6毫米贴在眼尾 小睫毛的品牌我也是换过一些 我感觉其实大家好像没有差的特别多 只要是正规产品 其实我觉得品牌无所谓吧 你挑到适合自己用 然后用的顺手的型号就行 最后来给还不会贴的姐妹说一些贴假睫毛的技巧和要点 先画眼影眼线之后再贴假睫毛 比较方便操作 睫毛的生长方向其实是有点向下的 就是它你直接贴的话会有点压下睫毛 我建议先把那个睫毛夹翘之后再贴 如果睫毛比较塌的话是可以先刷一层睫毛打底液 定好行之后再贴 贴的位置是在睫毛的下方根部 千万不要贴在肉上 我胶水用的是DUP 我是习惯把胶水抹在虎口上 然后等着它胶水边缘开始变得有点透明之后再贴 这个状态的胶水年轻超级好 贴完之后把真假睫毛夹在一起 但是这个劲儿千万别用大方了 不然很容易就夹到那糊涂不自然 睫毛膏其实是可刷可不刷的 如果要刷睫毛膏的话是从根部起立 尾部轻轻再过 然后这样自然过度之后的效果更自然 关于长度的选择 就是条件一般的话选10毫米都足够了 然后睫毛长的话就建议11毫米往上 好了这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 希望能帮到大家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小美 我们先期见